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六三十七节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生命原文可以翻译成灵魂或者是生命 是永恒的 生命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赚得了全世界却失去了生命 这是没有意义的 这一节说明了虽然跟随主耶稣 可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但是不计生命的代价跟随主耶稣 是一件值得的事情 全世界与肉身的生命相比较 都不能相比 那么与永恒的生命比较 全世界更是无法相比 吉姆·艾略特 是在参加仕途向阿瓜多的奥卡族传福音的奥卡行动时 被杀害的五位宣教士之一 他曾经在日记中写下了一句 充分表达基督人生价值观的话 一个晓得去付出那留不住的 去赢得那永不会失去的人 是一位智者 是的 你是否也是一名智者 看见那永恒生命的宝贵和价值 愿意不惜一切代价 去得着这生命 并且一生为着赢取许多的灵魂而努力呢